好 大家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新的一门课 深入类神经计算跟应用 那这门课的话 那我们会针对这个Neural Network 跟它的Application 做更精辟更深入的去探讨 包括 它符号的表现 包括它各种的细节 希望说透过这门课 让各位同学 从以前的学习到现在 有更深入的 专业的建立 所以是这门课的最主要目的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节 一之一 这个 neural structure 那 neural structure 为什么说会特别征僻这一节 因为以前我们在学习 这个 neural的时候 很快都会把这个图带过去 那并没有说针对它 做深入研究 所以我们发现说 在很多的那个书里面 它就特别讲到 就针对我们的 brain 跟我们的 neural 做一个怎么样 仔细的探讨 所以我们就会看出来 some basic concept 就是说某一些基础的概念 about the brain function 有关于我们的 这个头壳的功能 ne need to be understood 必须要被了解 before we study the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说我们在开始学习 这个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之前 有需要了解这个传统的 这个头壳 头的跟这个神经的 一些基本的结构 这样 好 所以我们就分析了一下 这个图形 那这个图形在 几乎每一个 report里面 包括wiki 都可以看到它 所以我们就把它重新做一个制作 所以我们希望说 we try to simulate 就是说simulate 就是说希望怎么样 能够来模拟 模拟什么呢 the human neural model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就很简单的 用一个大虚线 代表我一个头壳 然后呢 里面就有随便举出两个 neuron 两个 neuron 这个头壳里面这个neuron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它是highly connected elements 它就是说 它是一个高度连接的一个元素 一般我们就把它叫neurons 它大概有10的这样 10的四次方的那么多的连接 就是说每一个element 它大概会有10的四次方 跟其他的element连接在头壳里面 所以我们里面那个神经法 是非常的复杂这样 那这个甚至就是说 这个专家们有去做研究 这个estimate 这个number of neurons 就是大概我们的一个估计 估计我们估算我们的头壳里面的 那个大概多少个neuron 它inside brain is appropriately 大约会有10的这样 11次方 10的11次方 那么多个一个neuron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到底我们要想要学什么呢 我们来往下看 所以原则上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头脑 头里面的这个principal components 那基本的这个研件 到底有哪一些这个研件这样 那一般如果说各位有仔细的话 再去找很多图来看 它非常的庞杂 那因为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 这个数学模式 我们要把它模拟出来的 这个计算的这一个架构的话 大概这几个功能就够了 所以我大概挑这几个 所以 就有R3 principal components 在opper brain 那在我们头脑里面 那大概有这一个 dentries 那还有什么cell body 跟这个action 那这个大概我就大列的念一念 那这个 这几个东西的话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叫做中文翻译 叫做速凸 dentries dentries 这个叫速凸 就是这一些 这一些这个外面的这个神经的这个滋滋结结 它有跟另外一个neuron怎么样 连接在一起 在一起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cell body 就是说等于是核心体 整个neuron的核心体这样 好 那再来呢 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action 我把它念action 你到底对不对 这个先制这么念 它叫什么 它叫做走锁 叫走锁 也就是说 有外围的 内部的 跟它聘出来的 准备聘出来的 那当然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那 待会我再讲这一颗是什么东西这样 所以 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复杂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什么 A possible architecture of human的这个brain 人类的一个头颗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小结构这样 好 那接下去呢 我就针对这几个component呢 做一个简单的sumrise 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什么 树突 这个dentities 那这个dentities 它到底它有什么功能 所以dentities which are 怎么样 这个tree like 它像一个树 像一个树状结构 我们要看出来 这个respectively 就是说tree like receptive的这个network 那receptive就是类似 它是一个可以连接什么一大堆东西 去接受东西进来这样 那can carry electronical signal 这个into the cell body 那到底它这个电子信号长得怎么样 我们就不在这里在做这个医学上面的 生理上面的更深入研究 我们就大概知道这样子 就是说它把这些信号带到哪里去 带到另外一个叫我们的那个刚刚 待会会讲那个cell body 代表cell body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这个是周边的这一块 周边的这一块 也没有 周边这一块 好 那这一块的话呢 neofor呢 the function of the 什么dentities is the input part 它就相当是我们的 input part 一个输入的part 有没有 输入的part 一个代表 neuron的一个基本的功能这样 好 这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的possible human的这一个 利用它的一个功能 把它abtrack出来 就等于是一个possible input of human的这个brain 我们头可的可人的这一个 input的部分这样 好 这个很有意思 那再来看第二部分 它叫做cell body 就是核心体 关着核心体这样 那这个cell body的话 这个processes the summation of the incoming signals and threshold its这样呢 to actual 那这里就很重要的这个字 有没有 我没有把它mark成红色 它会处理 会处理 就是把 刚刚前面速突所进来的这个信号 有没有 进来的信号 它把它做一个什么样 做一个summation 做个summation 那summation完以后呢 它会再做一个简单的 把它treshold 所以有些人是神经比较大条 它很大的刺激 或是很大的东西 它都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它treshold 把它阻隔掉 它有一个阻隔的门槛 阻隔的门槛这样 好 所以Nel 4 the function of the cell body 就是我们这个核心体 is the computing part 我特别强调它是 computing part 就是前面讲过它是processes computing part 因为整个的神经的活络以否的话 就是它能够帮我们做计算 帮我们做计算 所以这个是被圈圈出来的 这一个什么核心体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样 那所以呢 a possible computing or inferencing 就是说 inference就是它可以做推论 可以做推论 这个of the human brain 所以我们的头颗里面 这个核心体的话 它可以帮我们做计算 或者可以帮我们做推论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计算单元 计算的部门 这是这个第二个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一个action 那这个action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一个神经当它里面算得非常好以后 它如果不能够再往外扩展 不能跟其他的这个 这个element的连接的话 那它也没有用 所以the action is a long channel 它讲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channel 是一个long channel 有没有 carrying the long channel carrying the signal tracial did 就是说 被这个signal 这个把它tracial过以后 就准备from the cell body 就从这个cell body 有没有 out to other neuron wise 我们又出现一个单字 sinopus 这个很难念 这个都是太医学的单字 也就是说 透过这一个走锁 环等走锁 那走锁的话 它把它carry carry到底有没有memory的功能 这个当然我们在这里就不去探导了 那透过这个什么 透过这个突出 准备送给其他的neuron 所以我就把这个neuron B 把它画缓过来 它也有一个什么 一个突出 那这个突出就送给我们 这个就是neuron B的突出 送给neuron A 所以等于是说经过它的最后的 这个走锁送出来的部分 透过这个snaps 这个突出 去跟其他的什么 其他的速度去做一个连接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小麻烦 但是我们后面会看到它的速决模式 会一一跟它对应 就不会觉得说 我们后来的这个工程的人 就把它模拟成这个neural 包括后来的这个深度学习 有它的一个什么 一个的一个结构性这样 好 so therefore the function of the action is like the output part 嘿 它就是我们的 有点是我们的output part output part 有没有看出来 output part 所以这个possible output of the human brain 所以我这个全面就很简单 透过这三个部分 这个速突 这个核心体跟这个 这个走锁 那待会还在讲这个突出 因为突出 在看的几本书里面的话 他认为这个三个才是主要部分 这个速突 这个核心体跟这个 走锁数 主要的一个三个部分 那这个是准备要送出去的部分 他就没有给他一个 比较强的一个什么 强的一个说明 但是也有这个 外面的那个 你们在网络上可以找到 好多人 他们很好玩 他们会针对这个路一个单元 针对这个路一个单元 用比较医学的角度 那甚至跟那个什么核糖体 核酸体那个种种的关联性 做一个说明 那因为我们是工程的课程 我大概比较重要是要了解 它的那个功能 你用功能面来做我们的系统的这个建置 这是我们这边要的 好 那再来看这个 刚刚讲说这一块 突出这个snaps 所以snaps is in charge of 他干嘛呢 他负责contacting an 就是说an actions of one cell to a dentries of another cell 就是说他的功能就是把这个什么 走锁把它pop出来 有没有 pop出来 准备给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我们的那个速突 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那这个英文读解是有点饶口 但是他被很多的那个文献报道 他是很仔细的怎么样 把它说明他们功能之间的观点 然后呢 我们就模拟他来做一些这个数学模式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 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来 这边就有一个 stration of the output signal 什么意思 就说 这一个怎么样 这个突出的话 他可以把它做个强化 这个但是很重要 就是说当你一个很细微的信号 送到他的墨资 准备到他output的时候 然后准备要送到另外其他的neuron的时候 他在做一个什么 做个强化 所以 with the strength of the individual stimulus 这个难念 the function of the neural network can be establish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massive connection 意思就是透过这一个怎么样 突出的一个强化 把它信号强化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跟很多的其他大量的其他neuron 做一个连接 所以这个英文叫做massive connection 就是一个大量的海量的一个连接 所以可以看出来相当庞大这样 好 那这样的一个什么massive connection之后呢 就会造成什么样 so they are appropriate 我们前面讲过说 他有大概有10的11次方 那么多个neuron 那么多个neuron在跟每一个neuron 又跟10的4次方的neuron连接 所以 and each neuron can connect to another around 10的4次方的neuron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说 哇 密密妈妈 我就找了一个软体 它可以画这一个什么结构 你可以看它这边有什么 有input layer input layer 还有什么一大堆layer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看看它这些layer 我们看出来 它有相关的这一个 一大堆的这个不同的layer的一个出现 有没有 好 那在这个整个结构里头的话 就是说可以看到那么复杂的怎么样 复杂的这样的一个connection 复杂的connection这样 那这个复杂的connection 中间就是一个很庞大的问题来的 就是说他们都是full connection 这一个层的neuron跟这层的neuron 是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那我们渐渐要朝向 利用我们工程的方法 来模拟它 那我大列的算一下 they are 10 的11 四方 那每一个又跟10 的4 次方连接 所以大概有10 的15 次方的连接线 在一个brand里面 密密麻麻的这个连接线 在我们的头壳里头这样 所以相当庞大的一个连接线这样 那所以 therefore we can find that this massive connection form 就是说这个那么样繁杂旁杂的这个连接线的话 形成一个什么 associate memory 那这个associate memory 中文就把它换成叫结合式 结合式的这个怎么样 结合式的neuron这样 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个massive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样好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形成一个很庞大 非常庞大的一个网络结构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neuron里面的 这个叫associative memory 像早期我们在研究neuron的时候 有很多学者就去做评估 就是说这个associative memory的这个capacity 它的一个容量 就是像刚刚就算出来 大概10的15次方的那么多个连线 那有10的11次方的那么多neuron 大概有15%的number of这样neuron 意思就是说你有多少个neuron 里面的15%就是你的结合的 这个我们叫做associative的一个 就是说结合式记忆体的一个容量 也就是说我这样大列的讲话 这个当然不见得是很对的 就是说我只是故意用这个数据来 做一个什么彰显 所以因此we canmemorate 就是我们可以memorate 大概可以记忆0.15成 那11的词的11次方的物件或事件 那这个你如果像我们怎么有记那么多呢 所以我就把它写说 很可能同时记起来 天才好厉害 记一辈子不会忘 或者我们是sequential的理 意思呢记一记跪一阵子不用就忘了 记一记不用就忘了 所以如此的类推 一直往下类推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好多的连线就可以形成什么 庞大的什么 庞大的记忆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 哦原来头壳里面的结构是这样子 那刚刚讲那几个部分 有三大部分跟一个什么 外面的那个 一个在准备跟人家连接的部分 这四个英文单字 可能要花点时间再去背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什么 association memory 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神经的网络结构 所以我们后续就会针对这一个东西 再去论述它的数学模式 让各位晓得说原来科学家是针对这些东西 去推出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类神经网络的模式 包括我们后来的深度学习的模式 种种的一个机制这样 好那这边的话各位有兴趣就可以参考这一本课本 跟这个早期非常有名的这一本Paper 就讲刚刚那个0.15n的那样的一个相关的论文 所以这都是很早期的文章 那也都很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个资料 那希望各位可以有兴趣去学习它 好那我们这个1.1就先到这边结束